行情变化万千 跟着我决胜谈指之间 欢迎收看古旗一行指 我是专业期权分析师邱一良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今天台子旗的收盘表现 台子今天上涨142点来开出 最低点出现在早上一开盘的8点45分 来到12878 那么最高点出现在今天上午的9点54分 来到12984 整个震荡区间总共只有106点 我们可以看到 今天基本上就是一个开高震荡的行情 那么成交量多少来到1500 再看一下 成交量来到1753亿 那么今天老师下的标题是什么呢 叫做美中不足 各位投资朋友 为什么今天老师下这么一个标题 我们可以看到 昨天加拿大央行 升息幅度宣告只有2码 比市场预期的3码还要来得少 而且也告诉大家说 这一次的升息循环已经接近了尾声 这会让市场联想到 接下来整个美国联准会 有没有可能也会放缓升息的脚步 但是在另外一方面 昨天美国大型科技股所公布的财报 可以说是什么样 相当的落差了 所以可以看到 整个科技股现在表现的并不好 造成昨天晚上卖压大局的出荣 就在消息面多空交错的情况之下 昨天晚上美股可以说是涨跌互建 但是大家会发现 昨天晚上的台子夜盘 走势却是相当的强劲 为什么呢 各位这就要从昨天盘后数据来说起 昨天所公布的盘后数据 外资台子的进多单水位 大幅度的上升 来到了15000口之上 这是创下了近两年来的新高 也就表示在这两年来 外资的台子进多单 从来没有这么高的水位出现 那么除此之外 还有另外一个就是 自营商昨天盘后数据也看得出来 他大量的卖出卖权 也是暗示着整个行情的下档空间有限 为什么卖出卖权代表下档空间有限 各位你们要知道 这个买进卖权就表示看空 当指数往下跌 做卖权的人就会赚钱 那么相对的 卖出卖权的人就是看不跌 所以这个时候自营商大量的卖出卖权 也就告诉我们底部有相当大的一个支撑 所以昨天在台子啊 外资台子进多单水位大幅度的上升 自营商又大量的卖出下方的卖权的情况之下 市场信心爆棚啊 昨天台子夜盘就算是NASA盘中出现重挫 台子夜盘还一度大涨了将近200点 那么呢今天早上也是延续着这一股涨势啊 今天一开盘就越过了12800点的关键压力 这一跳空啊 就化解了原本技术面的颓势 那么我相信今天早上很多投资朋友 就很担心会不会又出现开高走低的行情 可是如果你能够观察盘面上的架构 你就知道今天是属于一个多方控盘的格局 怎么看盘呢 很简单 只要记得我们的看盘口诀 就是稳盘靠现货公式看期货 这两句口诀啊 虽然呢没有办法去囊括百分之百的行情 但是只要你能够熟悉的运用它 至少能够抓到八成以上行情的架构 以今天的例子来讲 我们可以发现早上一开盘的时候呢 整个台子期是不是涨幅是领先现货 所以呢下面这句话 公式看期货 今天早上开高台子期涨幅领先 正价差扩大 这叫做有利于多方的行情 这么再加上今天整个电子期出现一个领涨的态势啊 它的涨幅也领先整个金融期 这就表示多方积极的在控盘 所以如果能够了解到今天是属于一个多方控盘的格局 这个时候你是不是可以大胆放心的进场来做多 所以每天早上啊其实一开盘 大家都会遇到一个问题 今天的行情到底开盘之后怎么走 可是如果你能够了解到整个盘式结构 是不是你就能够事先做好准备 我们就来看一下 今天早上这个盘式结构啊 老师在第一时间就已经做了一个非常完整的分析 今天早上9点04分 大盘开盘4分钟 老师就已经把整个行情做了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规划 而且第一时间来告诉我们的会员朋友 我们看到台子15分钟今天是成交了4570口 是小于过去5日均量5239口 那么现货开盘量是73亿 也小于啊这个过去啊73.97 其实呢两边是差不多的 那么早盘台子的涨幅领先现货 正价差扩大 电子涨幅领先金融显示多方控盘 所以今天要怎么做 今天跳空越过12800点 已经扭转了技术面的颓势 多方积极反攻我们要顺势操作 所以各位看到这个地方你就知道 每天早上能够了解到整个盘式结构 这个时候你在进场基本上胜率就会大幅度的提升 如果还能够搭配我们的技术指标啊 这个时候你就能够切入在一个最关键的买点 或是最漂亮的拐点 怎么说呢我们来看一下 今天就算你没有时间做分析 或是呢你根本没有办法看盘 其实你只要跟着我们的指标来进场 首先呢我们今天早上开盘前所公布的预估开盘价是12841 这个预估开盘价是每天早上台指期在8点45分开盘之前 我们的系统会先算出来这个预估价 那么等到实际开盘之后两边做比较 马上就能够掌握今天开盘的时候 主力它是做多还是放空 这个时候我们来跟着主力进场 你想想看胜算是不是就能够大幅度的提升 我们来看一下早上会员所收到的截图 今天是10月27号光束指标预估开盘价12841 那么实际开盘价多少呢 今天的实际开盘价是12883 883远远高过于841 就表示今天一开盘的时候 主力积极的进场做多 这个时候你看到主力这么大量的多单进场 你还会随随便便去放空吗 我们再来看到 公布的时间点 今天是在早上的8点41分 所以呢 每一天早上我们的会员都会收到这个讯息 等到实际开盘之后 马上就能够掌握主力的多空动向 那么呢今天开盘啊 8点45分12883 当12883大于1281 所以低笔单我们就是进场做多 那么接下来马上就有一笔加码单出现 在8点45分同样的 老师看到这个行情啊恐怕是会快速的上涨 马上再进场加买一笔多单 12890 如果能够在一开盘的时候买在起涨点 这一波上来呢你可以看到 从开盘的位置到这个顶点啊 一口单有96点的一个价差的机会 我们不要说全部96点都赚到 在这中间我们赚个50点 我想这一点都不过分 而且相当的简单 那么等到第二次拉回的过程里面 各位第二个好的买点是不是在这个地方 那么有没有办法抓到呢 同样的老师也是看着盘中的价差跟量能的变化 在这个地方9点30分再进场做多一次 12915 你可以看到这一波上来啊 一口单又是多少 这边又有69点的价差 虽然整个震荡区间啊 很多人觉得今天盘式很闷 但是呢106点里面 只要你能够掌握到盘式 能够用指标来带你进场的话 是不是你都有非常好的一个进场操作的机会 而且讲到这个地方 老师还在强调一次 你不要以为我们进场非常多次 只讲赚钱的那一次 我们的预估开盘价每天几个 各位只有一个 所以呢每天我们预估开盘价只会公布这一个 预估开盘价跟实际开盘价一开出来 一翻两瞪眼 绝对不可能一边做多一边放空 所以呢我们今天总共做了三笔多单啊 同步都是一个获利出场的情况 所以各位不管行情是大是小 今天只要你能够掌握盘式的脉动 搭配指标来操作 每一天你当赢家的机会 绝对会比别人大很多 而且我要告诉大家 你千万不要买一般的看盘软体 为什么呢 因为软体它不会告诉你今天的盘式 它就是一个喉买绿卖的指标 那么呢这个时候行情震荡不大 往往很容易买在高点空在低点 这个时候呢在这种震荡盘里面 你不晓得盘式的变化 你就不会做规划 这个时候跟着指标进场追高杀低 往往赚钱的机会就这样悄悄的溜走了 我们再来看一下 早上除了我们的预估开盘价之外 8点45分一开盘 同样的我们会发送一个讯息 来提醒会员朋友该进场了 8点45分 旗子开盘价附近直接试价作多 这就是我们的开盘光束指标 多通光束指标 大数据运算领先全市场 开盘就出手 让你们在起跑点 早上5点 台子夜盘休息了 6点一到 每股期货开始起跑 7点半 日经动起来了 8点整 韩国也跟上脚步 透过小稻穷 小SMP500 小纳斯大克 日经及韩国股市 在台子8点45开盘前的 降跌幅度 及近期与台子的联动性 加以计算 就能得到台子在 8点45的预估开盘价 若实际开盘价 大于预估开盘价 代表开盘有明显多方力道进场 当天盘式通常上涨机会大 若实际开盘价 小于预估开盘价 代表开盘有明显空方力道进场 当天盘式通常下跌机会大 市场真正领先指标 开盘就知盘式强弱 我们的开盘光速指标 是市场上真正唯一的领先指标 只有我们有办法在一开盘的当下 马上掌握主力的多空动向 大家都怎么样 各位大家都想要做股票的时候 知道主力大户怎么做 同样的道理 如果有一个方法 能够让你知道主力开盘的时候 他台子是做多还是放空 你跟着进场 是不是胜算能够大幅度的提升 所以如果你想要赢在起跑点 光速指标绝对是一个最好的工具 我们再看到 在8点45分 新仓买进11月7日 目前12890附近市价做多 再来一个 9点30分 12915附近 搜讯后市价做多 这就是我们的当充智能指标 多空智能指标 投资朋友是不是常常在盘中下跌的时候 进场放空 结果行情马上反弹 当行情在盘中急涨的时候 进场做多 结果行情又出现反转 行情震荡明明不大 却被扒过来扒过去 只要有多空智能指标 就能解决你的困扰 每天开盘前 透过系统运算 找到近期成交密集区 与盘中转折点 透过程式计算出 近日盘中多空关键价位 当行情突破多方关键点 就会加速上涨 跌过空方关键点 就会加速下跌 只要掌握多空加速点 就不会在盘中浪费子弹 让你操作更简单 获利更轻松 所以不管是光速指标 还是智能指标 每一样指标计算的逻辑不一样 但是都是希望帮会员 找到最漂亮的切入点位 以今天的例子来讲 各位 如果你常常看老师的节目 你就知道 当冲智能指标是属于什么 是属于突破策略 其实一开盘 它已经越过了我们的加速点 这个时候我们怎么样 虽然没办法进场 但是老师会在拉回的过程里面 再帮会员找更漂亮的切入点位 为的是什么 我第一笔单赚钱了 第二笔单赚钱了 我干嘛做第三笔 因为我希望能够帮会员 在这样子好操作的盘式里面 能够增加手上的获利 绝对不是只是为了上节目表演 如果只是上节目表演的需要 我第一笔单赚钱 我就讲那一笔就好了 我不需要做第二笔 不需要做第三笔 所以这一切一切 都是希望能够帮助到我的会员 在这样子适合其子当冲的环境里面 能够创造更大的获利 299光复专案 用最短的时间 帮您光复师徒 一路挺你到封关 到您家最快的方法 就是加入赢家的行列 开盘立即掌握主力动向 顺势加码获利再标数 越早加入获得越多会期 寻找标股 不如操作指数 光复师徒 立即拨打电话 02-2542-8999 2542-8999 2542-8999 299光复专案 用最短的时间 帮您光复师徒 一路挺你到封关 到您家最快的方法 就是加入赢家的行列 开盘立即掌握主力动向 顺势加码获利再标数 越早加入获得越多会期 寻找标股 不如操作指数光复师徒 立即拨打电话 02-2542-8999 2542-8999 除了早上在9点05分左右 老师给的第一所盘式分析之外 9点20分我还会做一个更详细的多空关键 给会员朋友来做参考 我们看一下今天的开盘强势扫描 首先第一个 外资台子进多单大幅上升 质疑商选择权由空翻多 第二个 台子涨幅领先现货 电子期领先金融显示多方控盘 第三个 大型科技股财报吃力 NASA下挫 每股跌多涨少 第四个 A50最近15个交易日 只有一天收红其他14天都是收黑的 那么显示还没有脱离空方的形态 所以今天盘中有拉回 如果你够仔细够敏锐的话 你会发现是被入股所拖累的 那我们再看一下结论的部分 今天预估量偏低 涨势有限 电子期如果能够维持领涨的态势 公势渴望延续顺势操作 各位投资朋友 如果在今天早上9点20分左右 你就能够收到我的开盘强势扫描 是不是你就能够比隔壁老王 更快掌握今天盘面上 所有的多空重点 包含了技术面 包含了筹码面 包含全球股市的涨跌 通通都在里面 不用像过去一样 有多单的人只看利多 有空单的人只看利空 这个时候你只是找寻 自己想要看的资讯 你只是希望能够有人 跟你的想法是一样的 但是呢 这对操作来讲 并没有真正的帮助 如果你想要当一个专业的操盘手 我建议你跟我一样 每天要同时吸收 多空两边不同的资讯 这样子你才能做出最准确 而且最客观的判断 从现在开始 不用自己花时间找资料 动动你的手指 打开你的LINE 加入我的ID 我的ID是小老鼠SS168 小老鼠SS168 只要加入我的LINE 就算你现在还不是我的会员 没关系 只要留下你的联络电话 或是直接打电话进来 助理会来帮你做设定 接下来早上的时间 就能跟我的会员 同步接收到我的开盘 强势扫描 不管你是想做多还是想放空 只要能够了解到今天整个盘式架构 自然就能够趋吉避凶 重点是 这些资讯完全免费 那么也可以扫描上面的QR Code 直接来订阅我的影音频道 只要最新的减盘影片 最新的教学影片 都能够得到第一手的推播 我们再来看一下 美国股市最近的表现 我们看到道琼指数呢 上次我们讲过 整个多头反弹的格局 有没有改变 并没有改变 你可以发现连续 连续上涨 而且是连续12345 到今天是第五天 虽然它的涨幅是越来越小 在技术面叫做步步为营 但是关键是 它虽然涨幅越来越小 但是技术面并没有出现翻空的态势 你只能说它涨不太动 但是你不能说它是由多翻空 因为整个月线还是持续的往上 而且它现在站在了季线的上方 即使拉回有一道 两道三道的支撑 这点大家一定要特别的留意 那么NASA的指数涨幅 虽然稍微落后 但是它同样的连续三天 站在月线的上方 那么呢 比较弱势的就是 我们所讲的大陆股市 你可以看到持续啊 今天不要算总共是 12345678910 1112131415 这15天里面 只有一天是收红 其他都是收黑 所以呢最简单 显而易见就是呢 这是一个空方空盘的格局 加上整个月线持续的往下 所以呢 入股走落 会影响到台股盘中的变化 但是基本上 美国股市只要持续的收高啊 对整个反弹的态势 就有相当大的注意 我们再来看一下 从美元指数啊 那个昨天可以看到 过去已经有123 这三天落在月线下方 这表示 已经开始有转落的趋势 加上昨天的一根重挫 各位今天跟昨天 外资重新的站在台股的买方 这就是一个非常关键 因为美元指数开始走落 代表外资要回补手上 过去所卖掉的现货 如果持续的往下走 那这一波的反弹 就有相当大的一个助力的效果 那我们再看一下 我们自己加权指数的部分 今天美中不足的地方在哪里 今天的成交量跟昨天差不多 基本上 并没有持续的放大 那么买盘没有持续的 涌入的情况之下 导致今天盘中的涨势 并没有办法扩大 但是呢 各位不要忘记了 只要能够持续的增加 那就符合一个价涨量增的形态 今天没有量 各位在这个地方 可能大家信心还不足 但如果接下来 持续放量往上走 我认为 这一次要挑战月线 过13000点 几率其实不低 那么我们看一下 未平仓 其实有类似的情况 我们先看一下台指 目前啊 技术面同样的 这里有一个400点的跳空缺口 那么400点的跳空缺口之后 连续半个月的整理 那么呢 形成了一个关键的支撑点 12800 经过一天 两天 三天 总共三个交易日盘中回撤 留了下影线之后 这一次可以看到 前天破底之后 昨天盘整 今天竟然来个破底翻 这个时候要特别特别的留意 为什么 因为除了技术面 有破底翻的形态出现之外 未平仓量最近从71200 来到71487 今天增加到73797 代表整个期货筹码的动能 有没有增加 非常明显的在增加 所以这一波的行情啊 各位 要么就是碰到月线 直接往下再跌1000点 要么就直接往上冲过去前面这个缺口 因为呢 整个筹码累积的速度相当的明显 那么呢 在技术面也面临的月线跟支撑点的夹击 多空一定要表态 而在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即使这个行情持续的上涨 会不会涨到你的股票 那还不一定 但如果你能够透过指数的交易 这一波的反弹 你绝对赚得到 那即使这个行情往下走 会不会跌到你的股票 我不知道 但是呢 做指数同样进可攻退可守 往上涨 你有机会把握 往下跌 你也能够掌握 这就是操作指数的魅力 如果像今天的行情来讲 让时间回到早上8点45分 即使整个震荡只有100点左右 但是你能够透过老师的专业 来帮助你进场的话 一开盘连续2笔多单 果然行情持续的往上急涨 那么这一波总共有96点 不要多 我们算35点到50点的一个 基本获利区间就好了 那么接下来 果然行情在往下拉回的过程里面 大家都在想做多 但是又怕开高走低 但是老师会告诉你 这里是一个好的买点 9点30分来到12915 再度进场做多 果然行情再度往上走 你自己操作 我相信有个人可能会买在这里 但是呢 你能不能够买在这里 这就是一个关键 那么能够同时买在起涨点 买在转折点的人 少之又少 这必须要有指标 要有盘感 要有专业才做得到 今天如果你跟着我做 你看看 100多点的震荡 连续两个最漂亮的买点 全部都能够让你掌握 每一次进场 我们有两口台子就好了 总共就有250点的价差 相当于新台币5万块 就算今天这样震荡的行情 你跟着我操作 不仅仅毫发无伤 你的保证金水位 还能够持续的上升 那么呢 各位 299光复状案 一路挺你到封关 今年即将进入尾声 过年又比过去来得早 这个时候你要画下一个完美的据点 有没有机会 只有机会的 只要你能够跟着我来进场 我们用最低的门槛 299到封关之前 帮助你来拼这最后一波 不管你股票是不是还在套牢当中 但是指数波动非常的剧烈 以今天的例子来讲 就算行情是一个区间震荡 你跟着我进场 同样都能够找到非常多 漂亮的切入点位 那么老师就想利用最后这段时间 来帮助大家 在今年画下一个完美的据点 让你能够反败为胜 东山再起 所以投资朋友一定要把握 最后这一段 行情波动剧烈的时刻 让自己在今年 能够把自己的获利持续的放大 把亏损持续的缩小 我说过 在这个时候 做股票非常的辛苦 做指数 机会却是非常的多 那么市场一直都在 行情天天都有 不管你过去操作的好不好 这些都不重要 市场一直都在这里 只要你准备好了 行情天天都等着你进场来操作 你准备好了 每天都有把行情变钞票的机会 最重要的是 你一定要伸出你的双手 让最专业的期货老师 来拉你一把 最后祝大家 天天做期货 天天有收获 我们下次见 本投资公司 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神圣评估 并自负 投资风险